记者肖庭峰台北报道,北市议员徐世勋金于议会总日询时指出, 北农蔬菜爆粮事件2月底发生后至今争议不断, 询问台北市长柯文哲是否想要撤换北农总经理吴殷宁。 柯先是愣住不语,后前校二生回应如果有股就慎重处理, 台北农产公司股权组成复杂, 由农委会、北市府、云林张家的全国农会系统与民股各占四分之一。 徐世勋询问科,吴殷宁是否试任问题中央与地方频频互杠, 若中央愿意将农委会股权卖给北市解决, 北市是否愿意购买? 柯文哲随即回答,中央愿意卖当然好, 若免费送更好,徐又追问, 若有股权是否会撤换总经理? 柯先是当场愣住不语, 二秒后又前校, 议员追问后才说, 有股就会慎重处理。 柯文哲进一步解释, 吴殷宁人事案相当复杂, 当初总经理人选为农委会指定, 北市指定董事长一职, 现在要换他事情很复杂, 如果要换就会变成北市勾结云林张家, 不过,面对民进党议员李建昌在质询时力挺无可改变态度, 一派轻松说, 我有把他,吴殷宁,叫来, 说你这菜鸟, 这地方很危险。